大家好 歡迎收聽大紀元新聞 我是善雅 請聽大紀元記者李元明採訪報導 效法彭在州 柴松在濟南萬達廣場撥打倒中共 四通橋事件掀開了白紙革命的序幕 但彭在州並不是反抗暴政唯一的僱傭者 幾個月後 在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 出現了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的紅地白字電子條幅 反共議事柴松表示 抗議不是一時的 可能彭在州的影響是最大的 但能持續發生才是最重要的 他經常翻牆 四通橋事件給了他一些啟發 為了表達自己的政治訴求 他成功策劃了一起抗議事件 是一個包括投影 調試 走線 遙控的完整計劃 柴松市河北人常年在北京 山東做生意 主要從事地產租賃 他們租下大片的住宅樓 再分租給客戶 賺取差價 但三年疫情封控 他的生意無法營業 賠了很多錢 他說 之前穩定的租戶回不來 大家都回家過年 封控了他回不來 客戶也不能再交房租 沒有收入 但是我們還要付款 所以以下就撐不住了 他說 綁閣畫館裡 封街 封路 漢門 對於當局來說 封是最簡單的控制方法 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任何方法去控制 他們只能用暴力去威脅 恐嚇的方式去限制我們的自由 限制我們的權利 在去北京的路上 柴松親眼目睹 北京拒絕所有從外地來北京大醫院看病的人 即使你快死了 也給攔在高速路口上 不讓車輛嚇到 柴松表示 醫療資源完全是癱瘓的狀態 還有新疆的大火 這些慘無人道的事 尤其是疫情無序放開 大家買不到藥 死那麼多人 沒有做任何準備 就是在踐踏生命 三年疫情 死了很多人 這個憤怒是一個積累的過程 爆發點還是新疆大火 因為封控漢門 導致民眾無法逃生 他說 當然了 如果是暫時的困難呢 大家都可以理解 但是我長期看不到希望 甚至我陷入絕望 那大家就會用腳來投票 柴松將抗議地點選在山東省會城市濟南的萬達廣場 這裡是萬達進階的主街道 旁邊叫影秀路 是客流量非常大的繁華地段 2022年11月12月 柴松在影秀路上先後租了兩次房子 他說 我特意選了一個南向戶型的房子 先去測量 看窗戶跟正對面那個角度 當我測量出來覺得對的時候 我把這個房子租下來 就開始安裝設備 簽合同的時候 房東過來了 我跟他一聊 他是給公安局幹技術監測的 我碰見了這麼個房東 他說我們就抓那些境外勢力的 把我嚇一跳 後來我找了個理由 說這房子採光不行 就給他退了 我又重新租了一個 我要先調適調服的位置 用投影儀打出來的這十個字 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 但我不能拿這個內容去調適 我打出來的是 徐州辣丫頭 不賣隔夜貨 調整完效果之後 我就把投影儀裡面的鏡片替換下來 為了雕刻鏡片 我還特意買了一個激光雕刻機 在國內 這幾個字沒有人敢給你刻 只能我自己刻 然後還得裝一個能夠手機遙控的遠程的電子錶 它能控制電源的開關 我還在房間裡面裝了監控 用手機時時可以看著 到底有沒有人進這個房間 2023年1月初 疫情剛解封 柴松就決定走線出國 他說 這三年來我所有積攢的憤怒根無助 我一下就控制不住了 我說我要走 本來應該在家裡過個年再走 我連年都沒過 我怕他旅遊或者出境政策再調整 走不了了 中共的嚴厲封控 引發民眾的普遍不滿 柴松並沒有對朋友隱瞞他的計劃 2023年的1月18日 他從澳門出境 到泰國 飛土耳其 轉機多 他心裡想著 等快到美國的時候 就啟動按鈕 遠程打出條幅 啟動的時間也是有計劃的 當時中共政治局決定召開20大二中全會 除確認習近平連任國家主席 還將選出新一屆國家機構領導人 開啟另一個習禮體制 柴松看到了這條新聞 確定了啟動時間 2月21日晚上8點 在巴拿馬戴維的一家酒店裡 柴松打開手機遙控的遠程電子錶 點下按鈕 打倒共產黨 打倒習近平的紅底白字條幅 剎那間投影在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 巨大的紅色燈光標語 在黑夜裡非常吸睛 街上的人群開始議論紛紛 兩句簡單的標語猶如石破天驚 表達著人們的政治訴求 去散著人們心中的恐懼 柴松的一位朋友在現場拍攝了視頻和照片 馬上發送給他 不久警車呼嘯而至 當時有國安 武警 派出所 省廳 市局的 他們牽頭成立了一個專案組 光抓我哥們 就有70多個人去他家抓他 當天晚上大概90點就抓了 樓道裡都站滿了 找我爸也是 去了好多人 烏央烏央的 柴松說 我從酒店出來 繼續往前趕路 一直往北趕 我給他們打微信 沒有一個人回應 我就知道他們被抓了 柴松的父母被連續問話一周 逼迫他的父母勸他回國 凍結了他所有的銀行賬戶 讓他的親人不要給他轉錢 警察跑到他的小學 從他出生那一刻開始做調查 柴松被抓的哥們還有女友 至今處於失聯狀態 柴松說 當時我朋友沒有認為這個事會這麼嚴重 我也沒有 我知道會抓我 但是我不知道當局會出動這麼多人 這麼大動靜去找我 被凍結財產後 柴松一度身無分文 甚至連吃飯的錢都沒有了 在墨西哥 他被迫和委內瑞拉的朋友冒著生命危險 爬火車過來美國 他說 我差點死在墨西哥 如果讓墨西哥移民間抓住我 就得把我送回國 入境美國的時候 美國國土安全部和FBI的人與他談話 他從中得知 中共警察在跨國抓捕他 來到美國快一年了 柴松猶豫了很久 決定向媒體曝光這件事情 他說 人們反對共產黨 是好多人反對 但是迫於人身安全問題 大家沒有這個勇氣 彭麗發事件最主要體現的是一種精神 就是他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事情 他也知道自己面臨的後果 他願意舍己為人 為中國的改革 甚至有可能獻出自己的生命 這種精神是影響我最重要的 可能並不是這幾個字 而是因為他那種不怕死的精神 不畏強權的精神 感謝您的收聽 下次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